是能夠余行政長官所要求的 在六個月能夠完成這個調查 作為工程界代表 我就認為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除了一位有經驗的法官 做主席之外 裏面都需要有相關的專業人士 是應該要有獨立專業的工程師 是了解這個行業 是了解建造工程裏面的工序 和品質控制的制度 我相信這些專業人士 特別是專業的工程師 對這個調查會有實質上的幫助 品質控制在建造工程來說 是三部曲 來料的檢查 建造工程過程裏面的 品質控制的制度與方法 和最終建成這個部分的質量問題 所以在獨立調查委員會工作的同時 港鐵已經宣佈了進行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亦都希望它能夠盡快 和完善地完成 這個就是對有懷疑問題的月台 進行的負載測試 港鐵公司亦都已經委批了 獨立的建築工程師 進行這個負載測試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三部曲 物料建造過程 與製成建成的部分 最終是否安全可靠 品質上是否過關 最終這個何在測試是重要的 我亦都期待 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除了能夠釐清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 相關的責任在哪裏 現在的整個過程出來之後 再加上這個何在測試 我相信亦都可以讓公眾知識 月台是否安全 另一方面 我亦都期待這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能夠對這個品質控制方面的制度 與程序 在具體 講解的工程裏面的操作狀況是如何 就期待會有建設性的建議 因爲品質制度 其實最終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 一個就是可追溯性 另一個就是風險管理 所以在今次事件上 整個流程其實是有規有舉的 包括是完成了紮跌工程 是有嚴格的檢查 還有是要有幾方面的簽署 才可以進行落石屍的工程 所以在這個建造的過程裏面 其實是一步一步是按照助班 還有是有完善的紀錄 這個一定要做的 另外是有問題發生的話 是否有適時地及時地有所記錄 即是滿足我們剛才所講的可塑性方面的大原則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檢視的 最終我覺得在風險管理方面 亦都一定要做好 那經文聯是支持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的 但我覺得這個調查委員會是應該要有所聚焦 但正如我剛才所解釋的 在調查過程裏面 當然亦都會看到整個品質管理 品質控制的制度與程序是如何 有哪些地方是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那這一方面呢 其實就是對於其他的工程 其實都同樣是有作用的 那所以我認為 那這個調查當然那裡是聚焦在現在有問題的工程的範圍 但是呢 出來的調查的方向和那個結果呢 亦都有一個較為廣泛的適用性 所以我認為那這樣是恰當的 那就是補訓站你覺得已經是足夠的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調查委員會 都是應該要聚焦現在發生問題的地方 至於不同的工程項目裏面可能出現的其他的一些問題 性質亦都不相同 發生問題的成因和現在的狀況亦都不相同 我相信不應該是混為一談 但是就在今次紅磡月台這個調查方面 他得出的結論與建議 我也都很相信會對其他的工程 進行的工程都會有一個警示和參考的作用 你上個星期你也有理會了 兩個一齊我都不知答誰 你先問一下 但其實上個星期你上班的時候 當天陳淑莊推訊特首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 那你當時是覺得這是一個政治炒作 因為那個港鐵國獨立報告都沒有出到來 那你現在覺得雖然報告未出到來 但是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覺得是否還不是一個政治炒作 那我覺得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當時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未掌握多些情況 如果你說說獨立調查委員會 或者是立法會P&P 我們都不希望用一個政治炒作的大道去看 就務實地其實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它也都需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就是港鐵公司現在進行的調查 找出來的事實是怎樣 它這個港鐵的調查報告 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而港鐵的在這方面的調查 也都肯定會成為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日後調查裏面是重要的資料 所以為什麼我說呢 是港鐵這個調查的報告其實是重要的 是 另一個問題 你說什麼事情的調查法會有所需要的情侶 會見て 這個系統的調查會 這個系統的建立 這個系統的調查 這個系統的調查會 of course we look into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the site and also look a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ecords in as a principl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 well establishe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and procedures bu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te there should be a thorough checking for instance of the seal structure you know before putting you know concrete onto that particular part and there should also be a proper quality record of the checking carry out and who has signed for approval to move to the next steps and when there there are irregularities occur and proper record is also very important and because it's brought down to two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of quality control one is traceability the other is rich management actually鋼斤石屎的結構呢是有需要計算的究竟是落多少鋼斤 如何落鋼斤鋼斤的大小是多鋤石屎呢是有需要計算的究竟是落多少鋼斤 如何落鋼斤鋼斤的大小是多鋤石屎呢是有需要計算的 它同樣是需要和鋼斤是相配合達到那個何載的要求 所以在工程上是有些尺寸上的問題要矯正這樣可能都是 即是常見的事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如果是有些做法是影響了它的何載能力呢是這個呢是應該是要有 合資格的人士呢是相關的計算是否可以容許呢在這方面呢有所更改就才可以進行 所以如果你說是沒有經過呢是這樣的計算和正確的手續而改變了它裏面的鋼斤結構呢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是不應該發生的事 那麼至於呢就這個工程上這一牆牆呢究竟在這個結構上呢會有幾大影響呢 就我相信呢是港鐵公司和相關的顧問呢現在呢都在這裏研究 那麼就已經很清晰地呢是港鐵公司也都是就是擇承啊 就是這些是不整角的行為呢是要矯正 那麼還有呢是其實我相信在工程的時間表上呢是有時間去做更正的 那麼這個呢就留待呢是遲些呢 就是港鐵公司應該就是會有進一步的情況呢是透露給我來知道 那麼工程系統方面有沒有就是單獨上面有沒有一些 其實呢我剛才在解釋是工程裏面那個 那個穩質本理應有的制度與程序呢都解釋了的了 那麼我也都強調呢就是可追溯性與風險管理 那麼所以呢如果是有人是不經批准而更改了是裏面的鋼筋的結構呢 就這裏都已經是違反了這個品質管理上的基本的原則的了 OK 沒問題好謝謝 謝謝